盡開ada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地平線 期待黎明 不,不,不,不 Buck up Nice chance 消耗沒有我想像中的大碗 我在想辦法覆蓋他 他早就預估到我回來了 叫一隻大隻的來防守 暴擊就是同款喔 我覺得這個掩體很少不妙欸 他可以綁嗎? 他不能綁 炸碎了 他不能綁 我記得之前是 那我要換武器 神色弓 然後 用過熱的方式 來對付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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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噢 芒果肉要消失了 這麼快 火箭火箭317 好的 芊圈有喔 芊圈都是火的喔 靈蘭的抗性度是很高 沒有辦法 又打歪 打死一點的阿 可惡又錯失機會阿 可惡又錯失機會阿 我的線圈應該是火跟炮控吧 擦一開這樣連車 哎呀 又打到什麼去了 終於打破一個 終於打破兩個 破熱吧你 他好像看向別的地方喔 我的機會 我的機會來 好痛啊 加溫完成 走開走開 哎呀不要坐回去 什麼 真的假的喔 來著喔 來著喔 喔唷 啊 啊 跑跑跑 稍微躲一下 我看能不能拆槍下來 拆成功了 啊 啊 啊 怎麼才5滴啊 10滴5滴的 上面出來了 快贏了快贏了 快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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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一下 走一下劍 怎麼還不倒啊 別擋路啊 真的很會擋路 我覺得我需要比較邊緣的地方 才有辦法對付這些機器 還有藥草 他又過熱了 很好 終於把最大隻打掉了 剩下一個小K字啊 他們應該打得贏吧 狙擊在這邊的都是高手 這一次就交給你們囉 天啊好多一擊殺 還好我有這個支盾 沒有的話我真的是死很慘 摧毀黑歷斯 黑歷斯在哪裡啊 我要躲 我上不去啊 啊這個啦 就是你啊 我幹你嗎 唉唷 充電 還好我要去拿編織 還好我要去拿編織 相信我 封心 如果沒有在那裡 做什麼 成功了嗎 沒想到我打這麼久 你們 你們還可以跟他對峙這麼久 恭喜恭喜 耶 過關囉 嚇到 大家要做得好 耶 耶 耶 先來睡覺 好晚安 哦 太棒了 好晚安 第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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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完整性已恢復 蓋亞記錄 2065年 編曲當初一名發電子 周圃 屍生 之所以殘米烹煤 這麼燈爛 還有龛船 是泡也臨了 這裡 我不知道 可能100年 編曲 妳幾年 年紀紀錄 碧莉 老大 撒墓 我母親媽真的回家 謝神 所以她回到處理找藥 後來我拿到牆 給我看見魚壁 因為他們有棵圓 在泡泡泡 Querie 你觉得什么 我不确定 我记得 我记得不在意 然后那时我的妈妈 拿着我的面子在她的手 然后说 Querie 什么她说 她说我必须要在意 她说 Elizabeth 能智能不能够 我找到我们的身体 我找到她的手机 他或她 我想 我想她 要是 有趣 和愿意 不停 但有多感情 可以 治愈世界 只是一部分 不希望的孩子 和愿意 哇這個結束畫面好帥喔 超級帥欸 好感動 一定是要把希望的孩子 就是我 好感動 這個結尾做得太認真了吧 好感動 好感動 我們來不見 讓你 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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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都有 我玩這麼多遊戲 第一次看到這麼漂亮的結尾 BANG 後面還有一點驚喜 可能是二代或DLC的伏筆 DLC今年就會上市了 期待 這劇情太龐大了 有二代DLC可以好好玩 應該還有很多擴展的空間 我已經這麼神的一個世界 只要這麼一步就太可惜了 是否中間還是阿嶙 還是要逆手 енд賣 額 Oğlum 觀點 李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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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法羅奧 這個混蛋 他最後把大家都殺了 不曉得他後來去哪 先把他殺開 就這種人 以他的野心一定有後續 很有可能 在法羅的時候他..他簡直是沒有 沒有 他感覺沒有很承認自己的錯誤 還不太想要伊莉莎白這個方法拯救世界 好期待後續啊 可以直接跳過看彩蛋 我的習慣是結束畫面我會把它放穩 然後大家會趁這個機會說說話這樣 在我還沒有直播之前我玩遊戲也都是會把它放穩 稍微回想一下整個過程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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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主哪人 台灣 台灣 Sony已經說會將地平線發展一個系列 讚 好期待 大家知道這個遊戲之後能夠有更多的機械獸 更精彩的支線任務 還有更多過場動畫 但不要為了製作而製作 應該還是很久之後的事情吧 畢竟這麼大一個世界的架構應該可以玩很多東西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會 會變成硬要延續下去的感覺 很難說嗎? 不要為了要出好幾袋N邊線有的沒的 我會想要延續下去的感覺 我會想要延續地了 我們會想要延續地 要來的那一場 我會想要延續的感覺 眼人表 比例,仙剑1就真的很好,但是為了出二代,把一代後續搞得不倫不累 仙剑我就玩過一代,而且還沒有玩完 我的那個什麼啊,那個主角叫什麼名字啊 他會來個地方不知道什麼bub 我只要放技能,就在當機 我就沒有辦法玩了 FF系列就很可惜 我之前在沒有PS4的時候 一直很想玩FF系列 那時候看人家玩那個,有雷光那三個 結果後來真的有PS4之後 都沒玩 在裡面還有李逍遙 他不知道為什麼不能放自己的,氣死我了 不然你敷這個坑我覺得我沒有機會跳了 最近他的整個故事也是很大 有什麼都帶來 然後他還可以玩很久 他手也出不來 他手也出不來 。 他,你 說什麼呢 我的膽怦 河俄鬥惡龍好像也是很有名的嘛 勇者鬥惡龍 史萊姆 說實大家兒時都回憶 這次我廣告有看到 我從來沒有玩過他的相關東西 台主幾歲啊 不告訴你 我告訴你我大學畢業了 避이지 抽太多集喔 對啊不切結尾 個人習慣 我一直都不太說 詳細的 可以問你一個尖綠 尖綠 尖綠嗎?尖綠的問題嗎? 你可以問問看 是男生女生 女生 之前有說嗎? 好啦好啦 二十四 我建議你一個人生大事 什麼啊 三十歲 淩 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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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朋友他19岁就结婚 大家笑他笨 但是他42儿女大学毕业 可以自由缩活 讲到低 我的意思 如果你有喜欢的可以乱结婚 可以乱混甲早点结婚 不要等到我另一个朋友40才结婚 这样子 他醉了不惊 63才儿女大学毕业 是说为什么你会突然问我的性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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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听不出来男生女生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有些藍珊珊也是這樣 比如說石礦主小光 不認識 反正你們到我這年齡就知道了 喔對我前幾天看到那個好和弦頻道 跟一個介紹聲音相關的 他有提到說 人的聽力高頻的部分會因為年紀逐漸衰弱 所以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就算是難的也夠綴了 哈哈 台主下一款要玩什麼 下一款估計是會玩之前送過的戰神3 可是還有 還有這錄影片可能不會像地平線剪的那麼 仔細 接下來會把重點放在 GTS跟 四塊叫叫奇緣 然後還有一個神秘的計畫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做出來 但是就是有一個神秘的計畫 我也在親我現在目前在做的東西 我做了不少了 戰地的飛機 Minecraft的教學 GTS的超頻 還有一個翻譯的大坑 暗龍紀元 我玩日文版然後自己翻中文 好久沒有更新它了 盡量減少吧 不然我忙不過來 其實兒女都是講緣分的 我見過不少夫妻想盡辦法都 都是落空 這樣子喔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小朋友的 可是倒也沒有一定 一定要我就學了 Minecraft我的女兒有在外 但我完全不會 Minecraft可以玩的都是還蠻多的 我主要是玩工業的部分 玩模組的 我喜歡去搞一些很神奇的機器 我頻道翻一翻應該可以看到以前的直播紀錄 Minecraft好像很複雜 我覺得本篇應該還好 然後 然後 如果 如果 那個 沒有裝輔助的模組的話 Minecraft原本的 合成表是要自己背 那就真的很累了 我是因為有裝模組 所以我可以隨時看合成表 你把地平線剪得比國家地理頻道還細 我說的細不細應該是說 像我地平線的剪輯流程的話 我大概就是先把 錄下來的 1080p的比較高畫質的丟上去 然後把直播的紀錄下下來 因為我要貼聊天室 然後 處理聲音 然後 先大概處理聲音 然後就開始 就開始剪過去 剪過去如果有人回應的話 聊天室就顯現了 沒有就關閉 這樣 然後 大概會看 整個看過去一遍吧 然後 如果有想要加一些什麼 奇奇怪怪的東西的話 我就會再加上去 然後 或者是 就是 特效之類的 音樂 有些幾乎 想到 我就會放 然後再來 完成之後 就是 整個聲音 所有切割的地方 我都會做蛋入蛋出 避免大家 如果聽到比較細的話 會聽到砰一聲 差不多這樣 然後分級 再把那段直播分成好多級 最後是挑出FB的預覽版 然後再輸出 輸出完之後就是做封面 每一集封面我都會找一個地方拍照 然後把那個圖當作封面 所以其實 地平下還蠻花時間做的 對 簡單的剪的話 大概就是看過去切一切 然後就 輸出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有差啦 我在等DLC 我也等DLC 某組合成表是哪一個喔 Not enough 怎麼拚啊 Enough 糟糕 我不會拚Enough 我查一下 足夠 Not enough item 這個是 合成表模組 它可以偷偷從裡面拿材料 很方便的一個好東西 剪計畫就夠了 不然會誤會你沒有篩選 其實有欸 死掉啊 或者是沒有什麼內容的走路 或者是什麼的 我都會把它剪掉 其實 但是我會把整個劇情留下來 因為我的 我的做法是 讓人家沒有來看直播 就是可以直接看影片 其實我原本 其實我原本 是比較喜歡做影片的 直播是可以跟大家說說話 不然剛開始我是直接做一集一集的 我覺得那種方法我還是比較喜歡的 就是希望大家在下面跟我留言了 就是希望大家在下面跟我留言了 欸有人唱歌欸 對 麥塊太複雜了 我之前先試玩 然後買麥塊 結果一直不能換 原來賬號要重新登入 才可以變正式版 我好像沒有特別試玩 麥塊還蠻好玩 不過只有原版的話就還好 我覺得只有原版不夠有趣 我喜歡裝工業類模組 然後研發自動化的機器 然後研發自動化的機器 我之前做到我可以待在我家 然後食物 礦 都可以自己送到我家 我都不用動 那個系統我還沒有完全的把Bug 就是 處理完 但是大概可以運作 我真的覺得那個系統超酷的 嗯 手機看到快沒點 很多遊戲都不太適合做直播 對啊有時候都太長 像今天 今天人很多 之前就沒有這麼多 我記得還有幾次地平線直播 完全沒有人吧 MC的IC2好複雜 如果做教學喔 可以去看看 搞了我七八小時 那天剛好星期六克服休息 地平線其實不太適合太長 是啊 刺客教條也是 偏偏我都很愛這類的 開放新世界遊戲 全部都搶得要命 全部都搶得要命 糟糕我頭痛不會發燒吧 要保重啊 看過了台主的加油學還是不太懂 滾太放棄 這樣子喔 好喔 跟我講的不夠 不夠簡單易懂 麥塊官網有沒有說要重新登錄 難怪XBOX賣出 賣出PS4 嗯 開放世界遊戲要做直播 有難度 我思考什麼的問題 思考了非常久 我第一部是GTA 然後 那時候沒有直播 再來就是我連續玩的三部刺客 都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這次地平線 其實 如果再回頭去看刺客那時候的進度的話 這次地平線我覺得是有 有 弄得比較好一點 就是 最起碼都沒做事的情況變少了 有些事情要先做的 我覺得在直播之前就先完成 我 抄著結局 我偷彈一腳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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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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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完研究個幾天就大概走了 應該是我沒壞個人Q 喔 等等你們這群人想要幹嘛 什麼 對 對 他的 倫敦 是 對 角色 平常 對 對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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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為了知識的科學怪人 這應該是巨太坦 哎呀留下一個這個啊 太壞了吧 塞倫斯應該不是壞人 我不認為塞倫斯是壞人 他是一個為了追求古代世界的知識不顧一切的人 對他是一個自私的人 但是還不到壞的地步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恭喜你成功击败黑迪斯 捍卖了盖亚使地球重生的梦想 这个世界的状态已经还原到朦胧暗影 死武城最终战斗之前 你能保有过关游戏中所取得的所有战利品和经验值 另外的新游戏家也已解锁 让你可以选择保留本次游戏中 取得的所有战利品和技能从头开始游戏 系统已建立内涵目前道具 栏内容与技能的新游戏家武装 只要在主选单选择新游戏家 即可以这个模式进入游戏 你也可以在游戏时透过战利选单建立新存档 感谢油玩Horizon 制作团队